世界上被偷盗的最大的东西都有哪些 你知道吗 绝对打破你对小偷的认知 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 史上最离谱的盗窃有哪些 全程高能 切勿眨眼 一 恐龙骨架 都说佛罗里达州不养闲人 这句话果真没错 2012年佛罗里达州发生了一起极其离谱的盗窃案 一个叫做埃里克·普罗科皮的男子 从蒙古国偷走 一架具有七千万年历史的恐龙骨架 这个龙还是特曝龙 高就有足足2.43米 长有7.31米 为了能够将这架巨大的恐龙化石偷走 他先将骨架一一拆解 然后先运到英国 再运到美国 之后还高调的开了一场拍卖会 这架恐龙骨架最后被派出了105万美元的高价 只不过没等埃里克拿到这笔钱 他就被警察逮捕了 果然人只要胆子大 恐龙都敢偷 二 巨树 见过偷树苗偷树枝的 但是你见过把一棵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树给偷走的吗 2012年真的是群雄辈出 加拿大温哥华森林公园有一棵巨大的红松树 公园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巡逻观察树的情况 有一天突然发现树干上出现一个巨大的切口 是有人拿电锯锯到一半放弃了 虽然让人很心痛 但是因为这个切口 这棵巨树无法再生长 于是工作人员只能自己把树给砍了 没想到就这样中计了 盗窃犯就等着树被砍倒 然后再找机会把树给偷走了 这棵树的踪迹至今没找到 而且就连偷树的盗贼都没抓到 但除了这些还有更离谱的盗贼案在后面 史上被偷到的最大的东西 三一整架波音727飞机 见过偷电动车的偷三轮车的 你绝对想象不到 连波音飞机都能有人偷走 这一起离谱的盗贼案就发生在2003年的5月25号 那一天非洲安格拉首都安达国际机场 有一架波音727飞机从跑道上悄悄起飞了 本来没人觉得奇怪 但有工作人员发现 这架飞机没跟地面进行任何联系 就私自起飞 起飞之后也再也没有了消息 而开走这架飞机的是佛罗里达州 一位叫做本帕迪拉的飞行员 和一位叫做约翰木坦图的钢果机械师 他们将飞机偷走 很有可能用到恐怖事件当中 就连美国佛波勒和CIA都出动了 至今找不到这一架飞机的踪迹 四 邮轮 跟偷飞机一样离谱的 还有2017年发生的邮轮事件 这一起盗贼事件发生在索科特峡谷 当时一架叫做Aris 13的邮轮 装载着大量的原油 运送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船上包括船长一共就八个人 结果在索科特峡谷的时候 突然被一艘海盗船给拦下了 二十多个拿着武器的海盗上船 把船员制服 然后把邮轮给大摇大摆的开走了 这起事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后来是欧盟出动了军舰 才将这艘船给追回来 五 四中 2005年1月份 美国华盛顿塔克马一座越南寺庙的僧人 突然发现自己庙里一个重达1300公斤的四中不见了 寺庙里的僧人无一人察觉到四中是怎么被偷走的 寺庙那段时间也没有其他的异常 而且这么大的钟 是怎么做到悄无生机的运出寺庙的呢 当时塔克马警方对这起盗贼案展开了调查 但是一无所获 直到2008年抓到了一伙盗贼犯 发现他们就是偷钟的人 这才将四中归还给四庙 那么除了这些 还有哪些离谱的盗贼案呢 史上八大最离谱的盗贼案 六 偷古桥 这是一起发生在我国的离谱盗贼案 2011年9月 上海奉仙陈宜村 有一座叫做丰乐桥的古桥处 突然来了一伙施工人员 他们戴着安全帽 还开着吊车 看起来十分专业 周围的居民也没有觉得不对劲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们将古桥上的花钢石给拆下来 打算偷偷运走 这让一些群众觉得有问题 于是报了警 警察感到才发现 这伙人真是盗贼 他们看中了这座 距今有100多年历史的古桥 古桥上的花钢石 那都相当于文物能卖不少钱 专家核定之后 估价是47万元 最后他们因为偷盗国家文物 而被逮捕 七 偷海滩上的沙子 这期盗贼案更让人一脸懵逼 2008年7月20号 亚麦加当地居民一大早出门发现 珊瑚泉海上的沙子 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并不是海水退潮带走了沙子 而是被人偷走了 亚麦加政府立刻派人进行侦查 这个案件也传到国际上 甚至登上了国际新闻头条 可是偷杀族的盗贼 至今都没有抓到 八 偷山 这么离谱的盗贼案 只有印度三哥干了出来 在印度东部有一座 叫做哈姆特帕哈的山 附近的一个村庄的人 为了赚钱 将这座山的山顶 一点点的给割裂了下来 把割下来的石头 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 现在整座山都已经消失了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见